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OHA云端教室 在暑假期间所推出新的功能或者是针对现有功能做的一些改善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OHA在选单工具的部分把它做得更清楚的分类 您原本看到的这些课堂表现、批次评分、课堂书席、倒数计时 把它归纳为班级进行工具 那么关于快问快答、学证护评、计时抢答 这些呢,把它归纳在课前工具 另外呢,针对数位学习的部分 把云端硬碟、谷歌教室、数位教材、课堂的作业 把它归纳在数位学习这一块 另外,有关于教室本身的设定 也把它独立在一个基本设定 视频会议、项目评分这里面 在这一次更新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它已经可以直接从Google Classroom 把学生的名单一次就拉到我们的OHA文端教室里面 所以您会看到类似像这样的画面 您只要登录了Google 账号 就可以从Google Classroom里面找到 您教室的名单 直接就汇入到OHA文端教室里面了 当它读取更新之后 在这里就会列出您的Google Classroom教室 您就直接点入 这样就可以打开OHA文端教室 那么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有一个地方您稍微留意一下 首先是您必须授权 OHA能够读取您Google 云端教室的一些权限 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看 刚刚那个选单 您进入OHA 云端教室之后 每次都必须再按一次 登入Google 因为呢 这样它才能够取得最新的Google Classroom 班级列表 它的名称 好 那么您进到教室里面之后 您会发现在我们的选单功能里面 这里藏了两个项目 第一就是呢 我们一般教室里面会有的快速教室跟学生管理 因为这两个部分是要由您直接回到Google Classroom 原班级去做调整 调整完每次OHA在存取的时候 就会自动帮您做可信 来 我们在OHA 云端教室呢 现在也参加了云端硬碟文件 所以您可以从这边数位学习的地方 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 一个是云端硬碟 所以如果您的教材已经放在云端硬碟上 您只要点入之后 保全OHA 云端教室可以存取您的Google 云端硬碟 那在这里面呢 有两个选项 您可以选择只显示文件 或者是包含所有的文件 这样都可以 在这边您就可以看到OHA 直接开启云端硬碟上的教材 接着呢 您也可以从OHA 云端教室这边 直接打开您的Google Classroom 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用的就是 学生分组的结果 现在已经有提供了修改的功能 之前的话呢 您分组过之后 这个结果是不能够调整 只能再新增一次 那我现在呢 已经可以针对目前的分组 直接来做每一组的人数的调整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使用上就更加的方便 接着 这是最新推出的功能 就是OHA 云端教室 一直有帮我们老师 把所有上课的这些各种记录 把它保留下来 不过之前呢 都是分属在不同的单元里面 那么如果您懒得 一个一个慢慢下载 您可以透过这个一件备份的方式 它里面就包括了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内容 只要您授权 OHA 云端教室 读取您的 Google 云端硬碟 它就会自动在您的云端硬碟的部分 加入一个 OHA 云端教室的资料夹 那么里面所相关匯出的这些资料 就会通通存在这个资料夹里面 接下来呢 具有关于小组的加减分 如何归属的部分 在之前的话呢 它预设都是归纳到个人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透过校室设定里面的基本设定 您可以决定 让学生分组的加减分 是独立到小组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老师在做计分的时候 有方法更有弹性的 另外这边也可以设定 就是加减分的时候 原本是有音效的 那如果您觉得这样不太适合 您也可以重新把它关闭 那如果呢 您有做分组的加减分 您会在这边 学生分组的地方 您就可以看到 加入之后 在小组后面的 就是分组的成绩 在个人后面的 就是属于个人的这个计分 这边就会看得很清楚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评分项目的部分 之前呢 评分项目只能一项一项输入 那么现在呢 您可以直接进到 教室修订里面的评分项目 那我们可以利用编辑项目 一次就把所有的评分项目 把它调入进去 而且呢 这边比较特别的就是 也可以做一个上课快速助记 零分的部分 如果说您只是需要做一个助记 我们可以在这边把它加进去 这样也可以 那以上呢 就是 OR文章教室 在这一段暑假期间 它所增加的一些内容 跟功能的部分 跟大家做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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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